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3日 星期六 來到上午第一節 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資訊 先講講有關西貢疑似出現天文異象 據報當時一班私信見證 是怎樣的異象 逢異是異象出現都沒有好事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 昨晚華富邨有兩個男子衝突 當中有雙者頭部中刀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香港仔華富邨兩名男子衝突 傷者頭部中刀 送到醫院 警方到場調查 報導的內容提到 香港仔發生雙人案 在今天12月23日凌晨零時幾 一名男子在華富邨華增樓一個單位 用刀斬傷另一名男子 傷者頭部有三至四寸長的刀箱 由救護車送院至列 警方正在刀場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昨晚露夜華富邨兩名男子衝突 據報有人頭部中刀 並且傷勢頗為嚴重 結果送院至尼 有關情況有待調查 另外亦提到治安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柴灣環翠村單位 預設 不見了勞力士及現今 80多歲的老翁報警求助 報導的內容提到了 昨天下午5時多 警方接獲一名84歲姓高的老翁報警 劃柴灣環翠村李翠樓 一個單位房間有被搜掠痕跡 懷疑是租人爆竊 警員接報到場 經初步怎麼辦 相信有約摩價值9萬元的勞力士手錶 和約摩5萬元現今不易而非 案件暫列爆竊 暫時未有人被捕 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 在說灣仔環翠村的單位不見了勞力士及現今 結果84歲的老翁報警 基本上連爆竊案都已經殺入一些屋村裏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連近碎晚注意門戶安全 另外亦提到天文異象 據報西貢疑似出現海市神流 據報有教師捕獲奇警 就說好像有個島浮著浮著 天文台亦有回應 報導幾個男人看到 近日天氣寒冷 不過有市民就在西貢的橋咀島 拍攝到懷疑海市神流的現象 據報深水埗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一批師生 在昨天上午到西貢橋咀島考察的時間 老師廖學謙發現東南方向望向果州附近 牛美海海面出現了海市神流的現象 估計是上下溫差之下出現了焦石的倒影 就說看上去好像有個島浮著浮著 他表示在澳洲的時間曾經見過不少次海市神流的現象 但在香港的冬天就是第一次見到 有學生對相關現象都感到十分新鮮 就說平時在書裡見到的東西竟然可以親眼見到 天文台是有回應的 就是根據照片拍攝的時間 昨天上午11點多西貢錄得約9度 而海水溫度約21度 上冷下暖的大氣環境不能排除出現海市神流當中的下神景的現象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據報西貢就出現天文異象 今次是出現疑似的海市神流 天文台有回應 就是不排除出現這個異象 怕當時西貢錄得9度 不過海水溫度約21度 不知道會否因為是上冷下暖所造成的異象 不過通常有些大型異象 都是有點玄學的角度 就不是特別好東西 今次西貢見到海市神流又有什麼意味 即不得而知 不過看來學生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 書本內先見到的異象 就覺得相當興奮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長沙灣救護車私家車在十字路口相撞 車頭都告撞凹了 兩名司機一同送丸 報導的流氓提到 長沙灣在昨天下午發生交通意外 警方在下午三點多接報 指一輛救護車在長沙灣、興華街和玄洲街的十字路口 同一輛私家車相撞 現場所見,私家車的右邊車頭凹凹 引擎蓋都輕微濃起了 說救護車就左邊車頭變形 地上留下相信是兩輛車的碎片 現場消息說兩輛車的司機都受輕傷 由另外兩輛救護車分別送往明愛醫院治理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救護車都撞車 據報救護車的司機都輕傷 令B商撞到那個私家車的司機都受傷 兩人一同送丸 另外也跟進一下這宗消息的進展 較早前西瑞收錯錢 司長說不排除不知道有沒有刑事 轉交給警方跟進 最新的進展如何 根據HK01的報導 西瑞收錯錢不涉刑事 報告揭發兩道人為失誤 職員收警告的主管需要停職 報導的男人提到 今個星期一 12月18日 是三稅分流第二階段 不同時段 不同收費實施的第一個工作日 立即發生了西瑞收錯錢事件 運輸署勒令 二通行服務商今個禮拜內交全面報告 運輸署發言人在昨晚表示 調查顯示 涉嫌是負責的職員更新的收費表的時間 沒有清除到原本的633收費指令 即是說私家車任何時段在西瑞60元 而洪水東水收30元 而洪水東水收30元 在說事發的時間 另一個人員進入系統的時間 就錯誤批核那個舊指令 以至分時段的收費表 被舊的收費表所取代 亦令到西瑞的收費 變回做633的收費 一個小時過後才發現錯誤 運輸署說已經收到服務商報告 並正在詳細檢視內容 會安排獨立審計 檢視服務商的系統操作流程 根據警方調查 事件不涉及刑事 另外服務商會作內部懲處 包括對相關人員 作書面警告 以及終止主管人員的職務 以上連至HK01的報道 說三稅分流收錯錢 較早之前說到相當緊張 又說要交給警方 跟進雲雲 最終調查過後發現 不涉及刑事 應該是人為失誤 相關主管是需要停職的 另外也說說昨晚 東至市面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酒樓訂桌 早兩星期已經爆滿了 食客就說 今天不想玩樂 報道幾內問題 庫別疫情的冬至再度來臨 星島到倫敦大酒樓 感受冬至氣氛 倫敦大酒樓經理蘇曼成表示 冬至的氣氛不錯 酒樓在上兩星期的座位 已經全部訂滿 預計昨晚可以達到 2018年的八成生意額 超過20萬元 有市民表示 東大過年 每年都會一家聚首一堂 未有認為食物的價格提升了很多 蘇曼成表示 今年的氣氛十分之不錯 若本兩個星期前 所有的席位已被預訂 有三成的客人 一早已經預訂了好的菜品 可惜人手不足 只能夠提供兩層的席位 幸好兩層座無虛席 客人覺得挺旺 倍感高興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昨晚冬至市面好氣氛 很快就知道了 等多幾天就知道成績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